一派神清氣爽 前行政院長賴清德 來到民進黨中央黨部 林表登記 宣布參選二零二零 一罐打出恐中論調賴清德還加碼 表示當選後要特赦前總統陳水扁 鞏固聲率選票 逼供民調低迷的蔡總統 更公開校正檯面上最強的對手韓國瑜 韓國瑜也喜歡武俠小說 我也喜歡武俠小說 他是百年難得一見政治的奇才 所以我也期待為了有機會 在二零二零年的總統大選上面 我們彼此進行一場君子之爭 對於賴清德強勢挑戰 韓國瑜四兩拨千斤 強調目前重心仍然放在拚經濟 反觀賴清德開口閉口 統獨牌 想操作兩岸對立 尋求認同 民進黨動不動用恐嚇論跟威脅論 我想法不是如此 我是信心論 我們對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 對我們民主非常有信心 我想臺灣現在最不缺的就是拚政治 我們缺的是拚經濟 國民黨希望維持兩岸的穩定跟拚經濟 一邊是民生經濟 一邊是統獨戰火 清流 尬寒流 二零二零醞釀中 這有江朝明光圈的身居小組 台北報導 I mean 從何時自己擱音 下雨天我便會跟著我 請進攻堂 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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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D